学习天台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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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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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沙门尼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请放上 我们今天 来跟大家 就上一次谈 学习天台中的心态 我们进一步的 来跟大家 谈 学习天台中的方法 当然上一次的心态 其实也 还有可以要再继续 跟大家 补充的部分 不过我们就是在方法当中 也包含着心态 那我们届时 随缘再跟他补充 我们如果再稍微复习一下呢 上一次跟大家谈 学习天台中的一个心态 的时候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所谓的 宗派佛教的概念 那宗派佛教概念呢 他不是要让你 好像说成群 这个结成党派 也不是说 我们同一个宗派的 就特别的亲近 不同宗派的相互公结 或者是像现在呢 或者长期以来 一直有一些人在弘扬 哪怕是进度法门 那么他说啊 别的宗派不能修啦 修了不能了生死啊 只有念佛才能了生死啊 像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说关起门来 你对于善根有因缘 或是听闻这个法门的人 特别相应 那你这样讲可以 因为人就是这样 他不相应 你跟他讲说 唯有这个方法可以解脱 那他还是不相应 那他还是会生烦恼 所以你是在公开的场合讲 乃至于录音带到处传 影带到处传 的情况之下 那你可以把它中庸一点的 说哦 这个法门很好 適应末法根基 大家多多学习 方法善巧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一定要务必讲到 斩钉截铁说 别的法门都不是法门了 那只有这个法门是法门了 那就会让人感觉到说 那释迦佛是不是出事 只要讲一个法门就可以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 那僧文人啊 西藏的藏传佛教啊 很多日本韩国啊 他爱不练佛啊 那这些人是不是在你的嘴里 都是愚蠢的 或者都是不能解脱的 法华经安乐恒品上面 安乐恒品上面 不也告诉我们吗 我们呢 不与三藏学者亲近 但也不批评呢 小乘学者 也不说你云辱不得佛 说你呢 懈怠 懈怠固 懈怠不求圣生法 我们也不这么做 所以即便是像法华经 刚刚呢 你们呢 注释何尚尼来问我 哎呦那个 假使造罪过山欲啊 不施妙法两三行 那什么意思啊 那么法华七轴妆 哎呦啊 那么为什么说 宋法华经呢 这个此边留舍利 这就是在 大概没有一种经典 能够承担得了这样的 赞美 你只要诵经 你此边就是留着色力 因为那就是法的色力 为什么呢 因为法华经 是究竟的法门 是佛出世的唯一目的 那么即便是华言 楞言等等的经 内容非常丰富 境界非常的高超等等 那么都不属于呢 像法华经这样子的 开权显示 会三归一的这样的观念 道理 跟斩钉截铁 告诉一切 你一切众生皆得成佛 那么因此 这部法门是谁说 真的是非常的 这部经的所提出的道理 是其他经所无的究竟 但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告诉你说 你要亲事其他僧文教的人 三藏学者 他也不容许你这样 那换句话说 学习宗派 他应该有的是 你对宗派的一种认同 学习天台宗 是对天台宗的一种认同 一种过去的因缘的一种相应 或者是说 你对于天台宗 特别的怎么样 好感 什么原因不知道 过去的善根 或去你跟他结的缘 但绝不是让你凭齿而薄比 厚齿而薄比 或者是依齿而形成的一种慢心 法的慢心 学习没有用了 读其他经历 或者是学什么其他宗派 他有什么用 这不是这样 是你可以说 我从天台宗的角度 来看看他宗派 什么样的看法 加深我对天台宗的理解跟信心 那么也了解到其他宗派 他看待佛法 或理解佛法的角度是怎么样 多开开你的眼界 这是可以的 那当然了 你们大概大部分人士 把天台宗能够学到一个皮毛 就已经 哎呀很阿弥陀佛了 哪还敢说 我对于宗派有什么样 分别的厚齿薄比的见解呢 对 可能你自顾都不暇了 就好像很多人 你叫他说 你发菩提心啊 未常住 未佛法 就住持 敬余奋心啊 他说 那我出家 我不知道出家这么困难 哎呀 你让我好好活着就好了 你不要再叫我做什么了 他们也有这种人 那这种人 你也不是说你不理他 你也不是说他小心小亮 他目前是这样 那么就让他这样子先 先安稳住 以后自有因缘嘛 你做你的嘛 刚刚道理 在这个道场当中 你们一同听课 有的人可能 他认为 他自说 听起来 法喜充满 那你也不用觉得太 如果你完全听不懂 或者你可能 可能那光铁片一放 大概对你来讲 就是开始打瞌睡的时候 那等到人家再回向 你才醒过来 你也不必为此 说他怎么听得那么好 那我完了 我挂了 我从头到尾在那睡 是不是我完全不能学呢 那也不进来 就是说你 你学习天台的教法 你应该把它先扩大看成 他是在学佛法 不过就是用天台大师的 他理解的那个角度去看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不用我自己理解的角度 那么你自己也算什么 你自己要有这大能耐 你就不会再来轮回 而且很扯的是 还在这个末法时代来轮回 当然你 如果说你大部分人在县城 在座的人是出家人 好歹我出家了 你出家了 没你多厉害 没有太怎么样了不起 你出家可能也只是 过去的一点福报这样而已 你再不小心搞不好 这辈子的福报给你用光了 都说不定 所以说我们修行的人呢 要先从灵做起 要先从我无能 这样的概念做起 所以我们来学天台中是 概念当中 我刚刚讲的 不能够说 我的天台中最好 当然不能这样 但反过来你也可能说 我都学不来 但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是在一位大德的领导之下 不是我啊 是智者大师等 这样子大德的领导之下 学着用他的角度来理解佛法的内容 而且不是单一佛法的内容 是各式各样佛法的内容 而且不只是各式各样佛法内容 这样摆在那摊在那而已 而是各式各样的佛法内容 当中你呢 还能够贯串起一个完整的 有系统的 有次第的理解 跟实践的次第 不但能够有一个理解的内容 有次第的理解 有次第的实践 而且你还能够依此为本啊 看清乃至于禅宗 禁度宗 逆宗 律宗 华言宗 唯士宗 它们的内容 你因此也能看得懂 哇那这样赚到得大了 也就是说哪怕中国有八大中派 两大小政派 或者全世界的各个什么 只要还有存在 他说他是佛法的 你都有能耐去看到他的次第 看到他的内容 看到他的教法深浅 并且多少也能够很精准的去 去体解他修行的方法 次第等 这就是你学天台中的效益 是这样子 那么 但你不能啊 你是在水 你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你能这样 我说过你有多少能耐 我们说书学佛就是 我们哪怕是出家 我们学佛就是要零做出发点 我无能 我不行 你说不是吗 禅宗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佛 要承担 承担也是从零开始 我们有一大堆 我们就不能承担 我懂 我这个我能 我可以 很多人他说他要自己学戒律 你看有一些比丘尼亚 拿起来就自己在那边讲戒律 很了不起 是 那个是南山律师 参考参考就可以 所以他讲这话还算客气 他到底有没有参考 我们都不知道 你能相信他吗 他这凡夫 他也没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那你相信他说的吗 那是你要实践 建律是你要实践的 那你相信他说的吗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去学南山 我们都不一定南山律师 道宣律师的戒律的见解 我们都不一定理解得很好 我们都要处处小心随时修正 那何况你听个凡夫 对吧 所以我们不学那样 所以我们从零开始 即便我要承担我要做佛 承担你说你要做佛 那也要从零开始 因此我们学天台 一方面固然呢 不是去说我这个宗派多好 然后起慢心 我想这个情况 对你们大概比较不会发生 但也不是说 那我有我的方法去理解佛法 我也不需要天台 也不是这样 我们是我们了解理解佛法 当然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 也可以从别人的说明当中去理解 也可以从故事当中 别人的实践的故事当中去理解 但这都是我 可能是我自己的分别见 你认为不 那我自己修行当中去理解 也对 本来也是会 应该要这样 理解佛法不是 不关乎文字寄送而已 不关乎这样 那文字寄送也很重要 但不全然是这样 那好 那要修行 修了才能理解 都对 但问题是 什么叫做修了理解 是要修多少 你才能理解 那你有修 我也不能说你没修 那你有修就保证你的理解对吗 你有修 有修行 那不过是有 你今天有做早课 这样而已啊 你怎么确定 你的修行 是到达了正确 无误 又足够完整的理解佛法呢 对不对 所以 这就使得我们 必须要极端的小心 或者谦卑的看待自己的能耐 不是说我完全没有能耐 我无能理解佛法 那完了 有这种人 有 他说我什么都不能懂 我无能为力 我只剩下可以念佛而已 讲这话都是摘佛陀的障 那就是说完全无能力的才能来念佛 那也不对 那念佛的人就可以不需要理解佛法 我是念阿弥陀佛 就不需要理解佛法 这也给人这种误解 虽然这样可以 但也不能话就这么说 佛法是解行并进的嘛 即便是念阿弥陀佛你也在懂啊 不然你会来念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话当然也不是这么讲 那所以我们理解佛法是必要 但理解佛法不是靠自己 当然最终是靠自己 不过不是一开始就自认为我能 而且我具足 我具足能正确理解佛法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寻着一位古德大师 他有修有正 久远节来发愿 来解释 来整理佛法 但我们跟着他的脚步 应该不会错太远 这个时候要是你有你自己的创建 那请你走过他的路 或者基本懂得他的道理了 他带你走过理解佛法的方式一遍了 这个时候你有你的理解 我想就算错也不会错太离谱 这就是学习中派佛教一种 基于谦卑也基于自知之明 也基于避免错误理解佛法 所以我们需要 从中派佛教的立场来学佛法的内容 所以很多人他就这样子 电视机一打开 这里按按按按 听听那个法师这样讲一讲 他就支离破碎的听这一些些 然后等一下又按过来 又这一台又听一听这样子 等一下又听一听这个 等一下听听那个 这样他就在学佛了吗 算也是 跟那个都不学佛人来讲算是 你不能说不是 可是他那支离破碎的见解呢 建构着的是他的自己的 我直我见慢心 自我的意识而已 他不知道佛法的深广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佛法的整体是什么 因为他得少为主 因为他今天这个法师讲一讲 那个法师讲一讲 他会这样听听 那样听听 那样听听 你可见他没主嘛 他才会这样子 那他所听的内容 一定是支离破碎的一句 甚至于在那里讲经的人 他也可能是针对某个题目 然后应那里的众生 现场众生的因缘 他讲出那段话来 那也不一定究竟啊 对不对 正在讲布施的人 他会说布施多好了不起 正在讲禅定 他说禅定多好多好 正在讲那个 带小孩子念佛的 带小孩子念佛多好 是不是 有人他学习的经验就这样 他讲的深 他讲的浅 甚至他把他老婆 以前跟他什么老婆相处 他也拿来讲一讲啊 那也很好啊 那你觉得佛法就是这样 就那样 你听懂的那不等于那样 这好像说有的佛法是加了唐一的佛法 那是那是必要的 因为对某些不懂佛法来讲 他需要听那个 你加点唐一 他觉得他坐在那里不会打瞌睡 他也不会烦 是这样 但你咧 你也听了这个唐一 那个唐一 那都是方便说 你把它据以为应该这样 那这些都不是真正 你会好好学佛 或者学了会对你自己有效 因为那可能在建构的你的慢心而已 所以说为什么还要学宗派 因为宗派是有头有尾啊 那有节有形啊 尤其是天台中 他有节有形啊 他把佛法的几乎是没有一个空档 没有一块空着的 让你不去接触 不会 他这样走过 一路这样走过 那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方块 每个区域 大秤小秤 就近的大秤 方便的大秤 小秤 就近的小秤 还有还有那个 从小秤过渡到大秤 等等等等 这样子教理啊 无有缺失的 无有缺憾 无有空缺的 都把你讲清楚 那你学的人就很完整 而且 而且会知道 哦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佛法这么广博深奥 你心中会升起一种 景策 恭敬 并且不会以少为主 这个时候你再去电视 他们 这听那听 这听那听 你有本嘛 即便是那个时候 你再来乱听一通 你也有所本 也不会乱掉嘛 不然就听得通 啊很好啊 这个法师也很好啊 那个法师也很好 对啊 你看看为什么我们专念阿弥陀佛 那干脆啊 要是佛不也很好 地上菩萨也不错 观音菩萨更慈悲 文殊师利有智慧 你是不是都念啊 你要了生托死 古德都告诉你 专念阿弥陀佛了 何况你在那边乱听 到底在那 这个听听哪个 哪个法师出来说他不好 你要问我 我也跟你讲每个法师都很好 我要说哪个法师不好 你还心里头跟我说 这个出家人 这个法杖 这个出家人不行 啊 生战生的道理他都不懂 是不是啊 所以你来问我 我当然都跟你说好 我还能跟你讲真话 何况我也不了解你 是不是 所以 资讯太多等于没资讯 甚至比没资讯还惨 完全错乱了你 你的政界 有可能这样 所以 学习宗派 也有这样子的好处 那你知道吗 佛法广大 深奥无穷 环环相扣 甚至为严密 你学完了这个 你广听广闻 通通汇到你的主轴 思想的主轴来 你不会这样很表面的 没有自己没煮 没煮 自己没有煮 那听了一个就碾一个 听了一个就碾一个 那支离破碎 还有那出家人呢 说什么 你来的静坐 静坐你打瞌睡没关系 然后坐完了 你有来小餐 有病 有病了 就这里捏捏 这里给点点 男男女女都去了 大部分都是女众去 然后那出家人 当然是男众 然后还有居士居然跑来 是不是这样子好吗 他还需要这样问吗 他需要这样子问吗 一个男众出家人 在你身上捏来捏去 脖子以下 大腿以上 在那捏来捏去 你还需要问我吗 还需要问我这样好不好吗 那你分明在问我说 上了大厕所需不要擦屁股 你这好我教吗 那你还要号称学佛二十年 那出家人 你看这就愚蠢到无以复加 那这是什么情况 就到处学嘛 到处去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也没办法 你跟他讲好好送法华经 他觉得不够位 他哥你的法门不行 这不是我的法门 这是古德说的 但他不听 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在教派当中扎实 所以你只听那个 听那个 哪一个人出来讲 都说 都马说我此法中第一 甚深为妙 那如果他再有心一点 他稍微的贬次一下其他的法门 你也就糊里糊涂跟着听了嘛 你跟着办佛办法你都不知道 你办法就会办佛嘛 那因为法都佛说的 对不对啊 所以学习宗派 一方面不是让你直取宗派的见解 至高至大傲慢 这是我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却要告诉你 学习宗派不是你想象中的说 我不要做一中一派的子孙 你帮帮忙哦 你有什么能耐做一中一派的子孙 还来再来说你不要 你能吗你真能吗 我们甚至都不能 所以你就别说了 我们学一中一派是说 学习他的理解佛法 你整套的方法 让我能以后再去学习 即便是在学习他宗派的之间 我也不会一下子没有主就乱掉 这是学习宗派的很重要 也是一种基于谦卑 基于不问乱你的学习 在甚至于在今天 这种时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 你好歹依循的古德 一两千年前的 有修有正的古德的一条路子 那你就比较踏实嘛 不随风摆嘛 好这就是学习宗派是应该这样 那很多居士都说 我们不是佛学院的人 我们不是出家人 我们没有机会 哪会没机会呢 每次讲都嘛 有录音录影 他都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听 但他就是不要 这就表示他没有那种认知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 或者在家里身上 他想要也做不来 烦恼节习甚深甚重 夫妻儿女家庭经济社会邻居 等等的事情弄得他神没心情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奉劝诸位出家人 你是最有姻缘 那当然就应该好好学习宗派 民国以来啊 因为佛法世事有一点没有跟上时代的改变 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因为那时代改变的太快 因此有些大德啊 他就说他八中共红 那么他要乃至于呢 这个佛法的重点是慈善文化教育等等 弄到今天呢 很多他还在搞八中共红 他还在弄慈善文化等等 那你要知道佛法讲那样 是那个时代当中要让佛法跟时代结合 不得不说的一种对峙 今天你还在谈这个 还在搞八中共红 还在搞什么佛教的三个救生圈 那是可以留给别人做 现在佛法不在于没有做弘扬 没有什么文化 不会很多都在做了 那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修行 那修行是正确修行才叫修行 那正确修行 有时候念念佛了参参禅那可以 我说念佛还好啊 参禅不晓怎么参 很多都不知道怎么参 那好了那念佛的呢 好勉强了你都不懂就算了 如果除开了念佛 大概没有哪一种法门 你可以不理解佛法的内容 你能修 即便是念佛法门 多少你都要懂一些对吧 所以这个时代既然这么欠缺实修 而实修又需要理解佛法 那你怎么可以不理解佛法 你说你要修行呢 这是就时代说的 所以这个时代其实非常需要 宗派佛教 因为宗派佛教 要让你心无盘悟的 用一套方法 一套原则 一套角度 去理解佛法的内容 那有了一套了 你要第二套第三套 你要好几套 你要通通没套 就没关系了 因为它不会乱掉了嘛 你自己自创 你自己自创 那也不会差太远嘛 对不对 所以就做时代说 其实宗派佛教是很急需要恢复的 你说时代不一样了 大家都有知识了 大家都能看佛经了 不需要再跟随古德的脚步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佛法的理解是靠文字 读一读就是了吗 如果你是这么认为 那就大错特错 佛法的理解不是靠文字 是靠实修的内涵 涌现的 那我们这个时代 难修难正 身心肉略 业障深重 我不是讲在家 在家不用讲他业障深重 他是在家业障就够重了 你不用再讲他是业障深重 我是指出家人都业障深重 都难修难行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你比古德能修 我告诉你光吃一顿饭 你都比古德吃下更多的毒 古人根本没有这种毒的东西 他根本没有农药 也没有化学肥料 1600年前的智者大师时代 有化学肥料 没有 化学肥料都没有了 何况还有农药 所以他吃的东西OK 我们吃的东西呢 广心老上在开示录就讲的 我们现在吃的通通是毒 他老人家有修嘛 他吃东西他感觉得到是那个东西 你现在想一想不就真的是这样吗 你去有机店看一看他那些文学呢 你就看到哦果然 不是农药 就是化学肥料 不是化学肥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基因改良食物 基因改良食物不是说万 不是说不可以 问题是基因改良 不知道你有吃一次会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你也被改良了 那不知道 所以在欧洲像德国法国 他们就狠排斥基因改造食品 那世界上基因改造食品最大宗的 目前是美国 未来是中国 再来是日本 那台湾也不遑多让 是这样 因为低成本高收益 但我们不知道吃的会怎么样 不谈了这些通通是古人不会遇到的 这就是所谓的杰酌 贱酌 烦恼酌 众生酌 命酌 这通通是酌 这就是五酌嘛 我们身在五酌 你说我们程度有多高 那古人身在不是那么五酌的时候 他修行有成就 我们呢 所以这样一衡量 你说不以他老人家修行有德的宗派见 作为我们的引导 作为我们的明灯 那我们要哪一个 是不是 我们要哪一个 所以这是聪明的选择 这是基于这个时代的需要 并且比对了过去跟现在 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因缘 也了解自己就是在这种因缘下 那你还不用更快更老实的方法 你还说你自己能懂 你能懂多少 诸位这样了解吗 那你说都你这样讲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佛法都不能有自己的见解 不会的啦 你也不可能全部都是古德祖师的看法而已 你也当然会有你的理解 但我是说先有规矩嘛 才能成方圆嘛 我们学习古德就是有个规矩 那么方圆你自己画 你还是要你自己去理解 那这是学习宗派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种观念 你要还是要建立 这是学习宗派的方法当中的更根本的基础的心态 我想上一次也有提 但是呢 没有在这部分稍微琢磨多一点 我再说一些 好 那么接着 接着就是说 学习天台中的方法的时候呢 其实上一次也有提到的 那是 你要怎么学 用什么样的态度 那 那刚刚讲的是说 中派学习的必要 那接着再说的是 那你要怎么学 你现在好 那你要学天台中了 那你有什么心态 你是要以一个 我是一中一派的传人的态度学呢 还是说我要理解佛法的态度学呢 还是 我要看看它是什么内容 这样来学呢 其实都不是 是你我要修行来学 学习天台中你说 那你某人你讲天台中 因为你是 你是传人 传人是假的 传人只是一个 一个责任的托付 说啊 崇洋天台中 行啊一代有一代有人负责 那你呢 我把这责任交给你 只是这样而已 那并不是说 名为传人是说 有多厉害 多了解 那古德一定很厉害 一定很有大智慧 我们现在只是说 负担一个责任的意思而已 那当然负担一个责任 你有很多责任 你必须要把佛法了解更多 我是指宗派 天台中 比如你是天台中的 你传人的话 那你要负责了解更多 你都是传人 讲都讲不清楚 那谁应该讲清楚 对不对 那当然你应该 多花一点心 然而 这本质上不是 大极大部分 反正99.999的人 他学习天台中的想法 不是 一个更正确的想法是 甚至不是说 我要理解佛教 你理解佛教干什么 理解佛教跟你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是我要修行 为什么我要修行 因为我生命有问题 我不想要死往哪去 活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活着的大部分的目的 都是被欲望牵动 即便是出家人 也有很多种 很多个情况之下 我们基本上是被欲望牵动 你关进疗房里 你到底要坐在躺着呢 你忘了床里很想躺吗 你有了好吃的东西摆桌上 你是不是想多吃一点呢 哪一个人刚刚对你讲的那句话 在疗房外 你现在是不是很不愉快呢 你是不是很担心别人看不起你呢 举凡这一类的想法 担心看法 作为希望渴望等等 通通是欲望在推动 通通是那个我 在家人如此 出家人一不小心 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如此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活着居然被一个 看不见的黑手在推动 很不愉快 很恐惧 觉得很荒谬 而且这个黑手要推我到哪儿去 他也没告诉我 不过我看一看 大概也好不到太多 推着推着我就老了 那我刚刚看你们的和尚 我上了那三楼 他也后来跟着爬上来 就气喘如牛了 那我记得三年前他还不至于这样 就是一个老字 没办法 老字最亲切 因为老就会病 病就会死 死就是生命的什么 生命最大的导师 因为有死 你才懂得停下来 说我会死 那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 快了 头发白就是接近老 然后老了就接近病 病了就接近死 所以我见他轮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散讨大师 很平易近人的记者 就是这样 所以 学习天台中 其实没有什么 我要当学者 我要当天台中的行者 我要当天台中的传人 因为天台中很好 这都不是 只是一个很单纯 我生命有问题 活着的时候被什么 被欲望推动 被一个无名的内在的自我 他从来不满足的 你相信 被恩如小儿 他本来是在讲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天天喂他吃 天天替他穿 然后呢 时间到来赶快睡觉 不要让他休息 但是说病就病 说烦就烦 说贪就贪 你今天你听着听着 你不信你等下看看好了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准备打瞌睡 是不是 你带他不薄 他居然就这样子怎么样 你不也带着一份期望说 我听听惊嘛 都是看那个 看那投影机没什么味道 你现在这个人来了 本尊来了 我再稍微看一下 看他怎么讲嘛 你不是也带着一种 好吧那好歹看个真人真样 这样 但是他不甩你 很快他想打瞌睡 对不对 这就是肉体 肉体的备恩如小儿 那心理呢更可怕 心理不但自己要安顿自己的心理 而且心理随时还被身体所陷 不好的身体就造成不爽的心理 那么稍稍的安稳的心理 从事停不了 保证不了 乃至于二十分钟 你像不像一样 打一个佛妻下来 一个佛妻每天有五支六支七支 乃至八支九支看你们怎么打 他好几支箱 一支箱当中到底呢 你能不能相续的念好二十分钟 都很难 你看心理居然也是这样 好恐怖 好恐怖 生理身体是备恩如小儿 是衰老迅速不止 不舍昼夜的这样子 逝者如失 这样一直流失 而心理呢 依托的这个身体的心呢 毫无安稳处 摸摸这个 弄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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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这样想下来 只是在那里坐以待毙 然后就死了 死之前还老 还给你很难看老 你懂吗 老 很多人 他不敢看镜子 你看到那个老太 我哪被人家老 现在报纸上有人在写啊 那个当今总统的相片 跟还在竞选总统的相片 这边一对 啊 起码老十岁 是这样 我没有笑他 我说他们叫做 叫做鞠躬尽瘁 为国 还没有捐躯 但是已经 为国劳心劳力 就这样 这就是老 看看他人老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也在老 所以说完全不停止 面对生命的这样子 是没有理由的 他就出现了 我们在这人间 如果我们不出现在这人间 也不出现在这个世间 那我们就叫做不来 哦 那个就至少是罗汉 我们不可能 我们得来 来了就这样搞 就这样老 就这样病 那就这样子荒唐的死 你要常常念他 学习天台中的心态 的方法才会抓对 所以学习天台中 所以学习天台中 我们刚刚讲学习中派 有目的是这样 好了 现在你愿意 学习天台中 那又为什么 无非就是要面对 这样老 病 死 身心的不安稳 等 你就这样子 荒荒谬谬的来 糊糊涂涂的去 不行 这不负责任 而且很恐惧 我到底做对了什么 都搞不清楚 要是地狱就等着我的话 那怎么办 这种念头使得我 必须清楚的发起道心 跟正见 并且要懂得正在修的时候 要有什么方法 知其善巧 能够对峙 能够正见现前 能够正确用心 能够对于一切的 或者不要讲一切 对于佛法的知见 能够无所疑惑 对于自己 如果面临着修行的障碍 懂得怎么正确的 做念做意 给予突破造见 造见他的错误 然后还要有方法 有足够的智慧 能说服自己 以及不是等待他人的说服 是说服自己 检查出自己的过失 想法上的过失 以及自己行动上的懈怠 然后还要有方法 来突破这个懈怠 以及修正这个过失 然后一直在不懈怠的 精进的状态之下 正确的实践佛法 使我的生命不空过 在还有可为的有限时间当中 好好把握今生 然后了生托死 是这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意志 意识到这个需要没有 这是学习天台的第一个方法 正确心态 要没有这个学习天台 只是一堆名词的堆砌 而已 那我们上天台 释教语与教冠纲中 何说 无非就是要浓缩 并且整合性的理解 这两部书 作为一个天台入门书 我们对它做整合性的理解 然后赶快的对整体的佛法 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使得我们 面对我们自己刚刚说的老去的身体 跟不安稳的心理 我们一直有正确的方法去看待它 那正确的什么是正确的方法 你的方法都不对 你的态度都不对 就佛的态度 用佛的态度来看待它 那这需要有个完整的佛法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是要赶快完成 所以我讲这门课 是这样子的目的 你来听 也应该相应讲者的这个目的 我不是来打算教你知识 我也不是要来赶进度的 还是怎么一堂课在讲两行 一堂课讲一个字都可能 智者大师九寻谈庙 《庙法莲华经》那个庙字 他谈了一个节下安居 叫做九寻了 九十天了 所以叫做九寻谈庙 那就是他就这个庙字 为什么庙 庙不可言 庙都不可言了 庙都不可言了 还说 对不得不说 就说了九十天 他是上下午说 那很吓人 那换句话说一天 搞不好讲四个小时 甚至于三个小时 最起码讲三个小时 那你现在讲多少 那谈一个字而已 我还一节课就讲两行 那很多了 就比如这个意思 所以要以那种修道的心情 来听讲者的人 他是怎么样去铺陈 那个道理背后的用意 这是你学习天台中 从刚刚说的 既因为了之无常苦 这个生的老化 心的不安稳 然后生命生起的一个 业障性 然后到死亡的一个什么 死亡的一个一个 不可抗拒性 然后我就要死 死的时候 无善可护 无法可依 无依无户 哎呀 那这样死亡的来临 就眼看这么快就要到了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不能瘫在那里啊 明天要吃什么饭 我今天大概冰箱里 就准备好了 可是明天要死 我到现在都没准备 那你不是很荒唐 像这样子 应该有这个念头 好了这个时候 用这种心情来听经的时候 你要扣着什么 扣着跟什么 做天台传人啊 学习天台教法啊 知识 统统无关 也跟进度有无关 只有一个是 我怎么从中听到修行 你要用一个渴望修行的心去听 这是第一 重要的一个根本态度 然而事实你正在听的时候 真的能够跟你要怎么修相应吗 那又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讲的人是他有想法 他有感觉 你听的人呢 你不一定懂得他的想法 即便是你懂 那个想法你懂了 你也不一定有那个感觉 那这就是有落差 所以怎么办 这就是要修补 要夹 要补强 要自举去补强 所以我常常讲 会讲的还不如会听 他讲是讲他的 他的认知啊 你要会听 听对的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那因此你要会听 就向道上会而听 在向道上会 你比如说 当我们在讲 什么是不可思议 那时候啊 那我们就会引啊 那科学上有提到啊 这个量子纠缠 什么叫量子 什么是量子 量子就是 像光就是量子 你说光 你能看到他一粒一粒吗 当然你看不到 你眼睛无法看 但光呢 它可以是波动 也可以是 是一粒的粒子 所以这个时候没办法讲它 是粒子 还是波动 因为波动 你看水在那边波动 它有水的现象 它有那种波的现象 高高低低 它有绕色 有折色 甚至于有 主要它是有绕色行为 绕色的行为 就是过一个闸道之后呢 它会出现明暗相间 的相貌 这就叫做波动的 的现的东西 波动的相貌 那粒子呢 粒子就是一次出现一粒 一次出现一粒 它会散乱的放在 放在它所照射的对象那 光也有这个功能 也会这样 好 那这样光到底是粒子 还是波动呢 后来 西元初 不是 二十九世纪初呢 就开始就 产生那种量子 波动力学的这种观念 好了这样之后呢 到底什么东西会这样呢 它必须在 几乎是在原子状态 次原子状态 以下才会有 也就是 什么原子 原子就是由原子的核 跟原子的旁边的电子 所形成 这叫做原子 那次原子就是 比这还要小的 叫次 那比如说电子 直子 中子 那再下去呢 那就是 夸克 那就是这些通通叫做 次原子粒子 次原子粒子 它就表现出这种 既是波 又是粒子的状态 它两种性格都有 那这个时候要研究它 就要产生一种 quantum mechanic 就是量子力学的 这样子的新的力学 我们一般的力学就是这样子嘛 你眼睛看得到 我这样丢过去 多大的力量丢 就能把那个窗户打破 我只要出手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质量是多少 我就等于可以算出来 F等于MA 就可以算出来 好了 这样跟在量子力学里头呢 不是这样 它有另外的算法 它有 它计算方式很复杂 好了 我讲到这 对你来讲 这跟你的修行有什么关系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那这是我的感觉 我当然知道 它跟修行有关系 是基于建立信心 可是你不懂啊 你也不理解啊 好 而且我 关于我要讲的内容 还没结束 我说 就一般的力学来说 我们人类的经验就是这样 人类的经验 这个东西 在这里 然后我 丢过去 一定有一段时间 然后才过去 好 我打电话 我在这里 会亮 然后他那边也要等一段时间 才会亮 然后他接起电话 跟我讲话 我电脑打开 我把一件事情按了 Enter 然后他电脑要算一下 才结束 我们都知道 在空间当中 东西 从A到B 这个点 我们是有A跟B的 你看啊 这里 我坐在这 然后就有这里跟那里的距离 你也不是跟我有近的距离 有这个人跟我近一点 那个人跟我远一点 也是有这种分别 那远一点的 我要走多几步才到他那 近一点的 我走两步 我就到他那 显然 这就是你的经验嘛 对吧 好啦 你基于这种经验 那我请问你 我们中午在念共都念什么 清净法身 毗如舌纳佛 圆满报身 如舌纳佛 算了 什么清净法身 什么圆满报身 通通不清楚 没关系 就想象中的很漂亮很庄严很干净 就在清净 都可以 但第三个你就麻烦了 千百亿化身 跟释迦牟尼佛 千百亿化身 那到底是一次化一个 还是怎么样 阿弥陀佛 十方化妄身 哇 真烂 十方化妄 这有阿弥陀佛 这有阿弥陀佛 那到底是什么经验 好啦 开始 你如果依你的经验 你完全无法解释 所以怎么办 就说 甚深唯妙 我们不知道 这样子 大概你只能这样 对不对 然后开始就有人 放厥词了 有出家人 乃是长老 他开始写书 就开始写了 这大乘佛法 就是因为对于大乘 对于佛陀的怀念 他把佛神化了 神化 神化 那么他呢 什么千百亿化身 这些都是后来人编转的 希望大家都能见到佛 所以他才要千百亿 他自己想 他自己编造这样的说辞 因为以他的经验 怎么可能嘛 没有 因为我要走到你 那要时间 那也要走到他那也要时间 那怎么可能一尊佛 佛同时在那又在那呢 那怎么会呢 那到底是哪一尊佛才真佛 在他想法佛就是一尊嘛 怎么会两尊呢 是啊 你的经验就是这样吗 好 当我讲这些的时候 你想好像也是 所以你也只能怎么办 大正佛法信为能入 哼 只能信 不能讨论 是啊 如果在这之前 如果我没有去读物理系 我大概要跟你一样 即便我读了 我读了什么博士 我没读物理系 我大概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什么 哪怕是电机系读到博士 他以下的道理都不一定懂 好 但是我就开始讲 我说不是这样 我刚刚讲量子 我刚刚讲一般东西丢过去要时间 从A点到B点 可是有一种东西丢是不用时间 那叫做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的意思也就是说 当两个光子 他在某个能量之下 那个两个光子是 已经看不出来单一的相貌 当这个时候 这种量子纠缠状态 他可以在空间中 绝对自由的空间 也就是里头是完全抽真空 没有磁场的干扰的状态之下 没有任何的外力干扰的情况 他从A点到B点的传递是 注意听啊 不需要时间 换句话说 A存在的同时 他也在B存在 那今天有没有这种事实呢 有 就在上个月而已 就在上个月而已 在中国 当然台湾也有这种研究 全世界都在拼这个研究 因为如果这个研究出来 能够商业化的话 那个国家的技术就会赚翻了 你股票赶快买它就对了 你建庙就马上建得起来 因为它一定赚翻了 你可以想象得到 电子在电线里传递是需要时间的 电脑的计算是需要时间的 然而量子电电话跟量子电脑 它是不需要时间的 那你一切东西会变成快到多少 好了 那么因此全世界都在拼这一块 成大台大的物理系 都有这一块研究 那么中国当然也在拼 最近中国做了一个全世界标杆的实验 它已经完成了16公里的传递 不需要时间 完成了 好了 我现在问你 什么叫千百亿化身 就它同时存在 那现在人类都已经做得到了 量子纠缠它就做得在 它就同时存在 好 我讲了这么多 不会讲科学的名词 无非就是建立你 告诉你说大乘佛法 非你的经验理解 是非你一般性的经验能理解 但是它仍然可以理解 因为它是真理 真理的话 剩下只有人类能不能理解到 那个真正的真理 这是人类的问题 这个不是佛法的问题 所以佛法讲说佛陀放光 废话 每个人都能放光 只是你那个 我们这种人类的眼睛 猪羊眼 畜生眼 我们看不到而已 其实我们基本上 跟畜生的眼睛差不多 只是难听而已 我这样讲很难听 这样而已 其实甚至我们比 我们比一条狗的眼睛 都还无 狗的鼻子都还无效 狗的鼻子 可以闻超过人类 一万倍的能耐 我们不能 当然狗的眼睛 基本是近似 狗基本是近似 所以古人有讲说 你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回来的时候 那狗会废你 因为他 他认不出来是你 他常常看你穿的是 那个颜色的衣服 你突然换颜色 他认不得 而狗还是只能不能分辨颜色 他只能分辨灰黑 他只能说灰阶 是这样 但是他鼻子比你零啊 那你说怎么样 所以人类的能耐 其实很有限 那我解释这个佛法的道理 是要用科学 让你知道说 科学不能解释佛法的一切 不过如果科学真的 接触到了真理的话 那他一定不会违背佛法 他也能够让你证明说 佛法有效 佛法是真的 所以连千百亿化身 这件事情在今天的科 最深奥的科学 都可以看得到 是这样 然而 很多人读科学的 他根本不知道 因为那只有物理系 才讲这个东西 当然现在可能也有 其他系也会 也会选到这个内容 也会 但大部分这是 纯物理的内容 纯理论的内容 好了 那我讲这个的时候 对你来讲 有没有兴趣 当然没兴趣 可是他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 你要会归于 对于三宝 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 讲的人是这个用意 是这个用意 那你听的人呢 哪怕你听得浑浑顿顿的 他刚才你说的 我不知道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还烙烟热 我也知道要什么 是这种想法 但是呢 你要听出他最终的结论 这是讲的人的苦心嘛 因为他不知道 听的人是什么程度 那好了 我就用一个公开的 基础的事实 科学上的事实 来不敢说证明 因为我佛法不需要人家证明 佛法是你能信就对了 佛法没有可以疑惑的 没有可以挑战的 佛陀说的道理 大圣经所说的道理 没有可以挑战的 所以我不能 也不应该 也不必要 拿科学来证明 因为如果你要拿科学来证明 那是不是哪一天 科学证明佛法错 你是选择什么 如果有个恶人 他说我做一个科学实验 来证明佛法是错的 那假设在那个阶段当中 看起来像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就跟着不信佛法了 所以身为一个佛教徒 他应该是佛法为最究竟 你说到的天变黑了 太阳都变冷的 月亮都变热的 海枯石烂 你说你的 我就是信佛的 你要这种决定 可是这是有信心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讲的人他的目的是引这些科学 让你挑起了可以相信的原因 让你懂得相信 那会听的人 你要这样分别 第一 虽然这样讲起来有一点 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这是讲的人的苦心 那我懂 那我呢 我不必这样 或者我还是需要这样 你自己要知道 一定千差万别 或者我可以这样 我也可以不这样 那这代表你的信心 都还在可无之间 最强的人是 法师这样讲 有他的苦心 不过我都不必 我就是相信佛能千百亿化身 那科不科学管他的 我就是相信 不过有科学证明更好啦 不错啦 这样就是表示你的信心更够 那如果是说 哦原来是这样 那我信 你表示你的信心有点不够 还得要我挑起 用科学的方法来挑你 来来挑 来带着你去信 那如果是说 嗯 这样我可以勉强信 哦那就很恐怖了 你的信心就很虚无缥缈了 还好我讲了这个道理 你勉强信了 或者说 那是法师自己要这样讲 我也没读那个科学 不晓得真的是不是这样 哇那你更严重了 像这些都在听经当中 你自己要简别 信心到底有多少 所以用修行的心来听经 也用修行的心去会归 那个讲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是举刚刚那个例子 来告诉你 即便是你完全听不懂 讲的人还是有目的的 你要得意妄言 你要去体会那背后的用意 即便我现在正在讲 你也要体会我背后的用意 不应该只是那个语文的表面 所以他不会是有进度的 什么进度不进度 那个是那要看他的因缘 讲的人的因缘 他怎么看待现场的人的用心 好这是第二个态度 第一个态度为了修行 第二个态度是 你怎么样去体解讲的人的用心 去体解他的善心 那你当然会问 那我又不是他 我怎么知道他善心是长什么样 没关系 你替他感觉就可以 听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听经文法或者读 读法华经或者研究天台教典 释教仪教官刚中 你去读 这本来都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再创造 怎么讲文字本身不等于懂 读进去你的心里 你去把它建构一个知见 这是一个创造的行为 懂吗 所以听跟读 学 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所以再创造就可能让你创造错误 所以第三个正确的做法是 你有了心得的时候 还是要切磋一下 才不会错上加错 或者以错为对 以少为足 才不会这样 这第三个正确的做法 他就是一种做法跟心态 所以提解完毕了之后 最好再去理解一下古德怎么说 法师怎么说 同参道有怎么看 这是可以的 不然他这种再创造你也可能弄错 那一错的这个错那个错的将来错到底 好 所以学习天台 这也是一般学习教派的方法 都共同的 然后接着呢 再来呢 你坐在那里听经 你要把每一句每个道理 会归成为我能修这样修吗 我是这样认知的吗 我对于佛法是这样子秉持着的吗 你马上就要对问 不要等到下课 用录音机 用光盘 现场 反正法师记光盘来 那我就考一份回去自己听 没有 你不会那么用功了 我知道 听完你回疗房就贪在那儿 我看你们课大概也不会太松了 也是摆着满满的 一年才操三个月 当然要大操特操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就这样 你不要说什么你们女众这样操 你现在万佛寺男众更操 早上七点钟 早上早哉完毕 七点钟就要坐禅 一坐坐到十点八点十五分 然后才开始上课 下午呢 下午上完课了 这个四点四十分 有空有缘的人还得再去做菜 一坐坐到六点 坐完坐到六点的时候 剩下半个小时让你梳洗一下干嘛的 接着晚课 一个小时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操 那还要出坡 平常还要出坡 大聊的大聊 没几个人 没几个人 只真的是 住在万佛寺的比丘都是很super 金超 那就是这样 而且今后会是长年 它止灌堂已经运行起来 就是一般讲的禅堂 天台叫止灌堂 修法当然稍有不同 但是仪轨方面 金行禅坐都做了 是这样 好 那么这样子做 这样子用功 你正在听经的时候 你还不赶快会归你自己是什么概念 那你等什么时候啊 所以现场听就要现场矫情 不能够再奢障 因为它一直下去 所以正现场听的时候 你要怎么听 第一 这个道理我懂吗 这个道理我懂了 这我怎么用 我平常有没有违这个道理 违背这个道理 这讲的人这样说 怎么修拿它来修呢 这是关心的方法吗 这是一个理解佛法的途径吗 这是证明了佛法的更可信吗 那我平常有没有这么相信 像这一类都是啊 你看我刚才讲 量子纠缠这个观念 所谓同时存在的传递 两端传递 时间消耗等于零 这种观念 哦 这个能够来帮我相信千百亿化身 那我平常 我有想过千百亿化身是怎么回事吗 我连想都没想过 那家伙我平常念千百亿化身 释迦摩尼佛我在念什么的 我在念什么的 你马上就反问了嘛 那家伙我念假的呢 那念假的 那当然我就不相应了 我对于那个 知道有一尊佛千百亿化身 也就等于所有佛都千百亿化身 我不深刻耶 不深刻代表什么 你大概想不出来 不深刻代表你念佛也不深刻 念佛如佛在 显然你念佛佛不在 对不对 难怪我念佛妻 打佛妻 要不就是打瞌睡 要不就是起妄想 要不就是身体痛 要不就是茫茫然 果然不得力啊 你看一路就拉下来了 一路就隐身成为 这么多的修行件 所以你就观照出 那搞了半天 我念佛佛不在 不是念佛如佛在 那当然我这样念佛佛 每天只是应付树木而已啊 你感觉 要真有感觉 我懂了 下字一念 即得往生 果然如此 我念佛一句佛在眼前啊 那这一句我就往生 我当人去啊 哦 那些你可以兼顾到这种样子啊 你看看 光听个量子纠缠 你要是当下矫情 你可以想到多少 你可以想到多少 这都是因为量子纠缠 这个念头一路衍生出来的 我就是这样啊 我为什么要讲量子纠缠 听不懂你以为 那你这个师父嘛 你奇怪 他就像什么科技 讲到什么科技 让你去 那有必要吗 佛法就佛法 还要讲那么些的 那我就要问 那哪个不是佛法 一切法皆是佛法 哪个不是佛法 是真理就是佛法 固然量子纠缠也不是最终的真理 也不敢保证是最终的真理 但是他已经接近了 你能理解的道理 理解佛不可思议的道理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可以叫做是一个旁证 那我讲他的目的 是为了耍耍帅 耍我懂很多 耍让人家都知道我读物理系的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这样 他是有他用意 听的人要现场矫情 一定要用心去感受 他到底真正传递了什么 而我听懂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看到了什么修道的意思 马上绞青之后 你马上当下修道意志真上 修道的知见真上 修道的精进心真上 修道的政见真上 更加的元首 这就是我说的 其实听经是修行 我上次来讲不讲到这个吗 你们当然是忘了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很多人他并不理解 并不理解这样的观念 所以这就是学习天台 在心态正在听的时候 你要用这样子的观念 这叫做观心听经 这就是观你的心在听经 你现在也应该这样 我现在正在讲观心听经的时候 你就在想想 我现在心里都 我是在觉得他讲得很善巧 听起来很爽 还是说我听了之后 和我很慎重的在回应 我自己的修道意志 跟修道政见 是哪一个 你听好满足 他讲得真棒 我说这种人很糟糕 我常一再的讲 我说我去煮很好吃的饭菜给你吃 你给我赞美说 法师啊 你这个碗好漂亮 你的筷子真好用 你想我一个好的厨师 是不是马上晕倒 我是煮的菜好吃 你给他赞叹我的碟子漂亮 我的碗很好 我的筷子很好用 那什么跟什么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得意妄言 重点在意 重点在修 重点在对应我的修道见 重点完全不在意他怎么讲 这样提委 理解了吗 好这个就是观心听经 要观这念心来听经 还有 当你听懂一个道理了 好了 那个道理要拿来用 这刚刚讲的要拿来用 再来还有 这个道理我本来懂不懂啊 对 我本来不懂 奇怪 这道理听法师讲起来好像理所当然 怎么我平常没想到这个啊 可见我对法的理解啊 就像那个爱道经讲的一样 太表面 糟糕 不对 可见我不行 我还在深入 我不应该只理解表面 你看人家讲这样 还不是同样一句话 可以解释这么深奥 弄了半天 好像我看过就带过 不但初心 而且理解不深 这样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好像有点深喔 不过刚我恍惚了 没感觉 总觉得好像多解释了些什么 但为什么没感觉呢 这表示你对法的那种敏感度不足 那你要再打紧精神来 刚刚那两句话不要慌 已经没听到就算了 下面的话要更精 更精确的听 要这样子 或者他讲一个道理 对齁 这个道理我也懂 那我懂跟法师再讲一遍 怎么样啊 是法师说的更深呢 还是我有另外不同的体会呢 另外不同的体会 这个法师怎么没这样讲呢 这有什么意思吗 还是两个合并 我就得到更多的道理 所以就法上面听闻 你去做比对 你去感觉 所以你看看光一个听法 要向道上会的时候 你内心转个不停的呀 你一直有语言下来 你一直转一直转 这就是所谓的转法轮 转法轮不是我在说 然后你们在听 不是 是我在说 是基于内在的法的理解 在转动 然后我把它发而为语言 对应出 现前的你们能听的人 的因缘 如果现在你们都叫比丘 那我讲法显然又不同 那你们是比丘尼 我少来 我很少来这里 那我现在这样讲 如果要千万佛事 那我常讲这个道理 我大概就不用再讲一次 那我一样讲这个题目 那内容用心就不同 好这就是内心里转一个法 好了那你呢 你听假借这声音进入你的心的时候 你内心里开始在滚当 我能怎么修 我基于这样我什么理解 我这理解深还是浅 我之前怎么没听到 我现在提解的有怎么样 我提解了这个道理 那我接着我对这个道理 我能拿来怎么修吗 你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量子纠缠 那我提解什么道理 你得问呢 我提解什么道理 哦法师做结论 说原来这样子 千百亿化身是真的是存在的 对哦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有没有对佛具足够这样信心 他老人家是这样讲 是要让我生起信心 那我是不是要听完这个故事 听完这个道理 我才会生起信心呢 如果是这样 那我平常 我平常信心是怎么样 哦想一想他糟糕了 我平常没什么信心 我平常只是靠善根在念佛 我不是靠信心在念佛 那如果我不是靠信心在念佛 哪一天我临命中的时候 或者得癌症的时候 我是靠佛还靠医生 你想到这个你就害怕了 你要会想的人 所以你看看 怎么一个量子纠缠 居然可以拉出一堆修行的人 这个想法 一再地检查自己 怎么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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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所以人家说啊 内行的快门到 是外行的看热闹 外行人听一听很爽 顶多是说 这个师傅 懂得还蛮多的 这样而已 听得还不错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而已 会听的人呢 重如泰山 冒冷汗 全身冒冷汗 哇 那这样喔 哇我平常怎么搞的 你马上就感受到这个问题 所以时时刻刻都每一字每一句 对你那个会听的人来讲 都重如泰山 因为人家是用修行的态度在说的嘛 他是以要带领你修行的角度 在说每一字每一句嘛 即便是他同复说 那也是他苦口婆心啊 他要让你印象深刻啊 那你在重复的听他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要这样想啊 我是不是这么样子的 没有慎重的提解这个道理 不然他老人家 为什么一再的重复说 这个讲经者 为什么一再的重复说 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没体会到吗 你都可以这样问 你看看 那你说你怎么 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听经这么复杂吗 是的 我从大学时代听经就是这样 我很少做笔记 要是我做笔记的话 我一定写重点 我可能两个字 也可能两行 但一定是我内心涌现 当场矫情 迎获两气 听进来 马上就下结论的一个道理 当然现前的结论 不一定是永远的结论 我下次可以再增上 但是绝对是用心听 不是在听那个字面意思而已 当然字面意思也势必要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不需要妙法两三行 那不需要两三行 那我念了一整卷了 那算什么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假使造罪过三月 这不需要妙法两三行 那不然是一行就够 还是一个字 那不然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还在听懂嘛 这字面上的叫做什么 随文式 天台中随文式 随这个文来解释 还要乖心式 因缘式 有这因缘法则 为什么之前这样讲 现在讲这个是什么样子 有过去的因缘 本姬式 是从本发出姬 还是就姬说 姬难免是有方便散巧 本是佛陀的秘义根本 因缘式 是说对什么姬 讲什么法 今天世尊讲苦空无常 是对那逆斜姬的那个姻缘这样讲 好在《华严经》上面 虽然说的主要正说源 间说别 为什么要间说 因为当时的众生还有别姬 那在这什么情况之下 这句话是 是对别教人说的 别教的人说的 所以还不是纯元独庙的概念 你不要呢 就把它拿来 当做纯元独庙的道理啦 什么的 就比如说这样 这还有姻缘式 那么呢 最后的解释是观心 是观察你的心 所有一切的说法 都是要让你发起观察心 所以观心式 在依教式 也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所谓的 这个 依文而解释 的表面上的道理 当然你要懂 所以天台解经一定有四个内容 那听的人要这样听 要随那个心而转 这就叫转法轮 语言只是让 是 语言怎么发生的 是讲经的内心转法 然后呢 发而为众生可听闻的语言 语 声音 闻 文字 它是个明界 然后又听进了听经者的耳朵 看进了 看书 看佛法典籍的人的眼睛 然后在他心中又跟着转 所以就叫转法轮 他转跟着转 这样子 你得要跟 讲的人相应 所以这句话 讲的人要用心也要去修 听的人要用心更要想修 你才会相应 这是学天台很重要的方法 好 那么接着呢 再说了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法 不然我都不会啊 你这样讲 你这么一堆 我坐在上面 我的book打瞌睡 就很厉害了 还叫我转 帮帮忙 所以很多人听经只是拿录音机代听而已 他就是夯在那 夯在那 很多人都说 法师你还讲经义 有没有讲义 我最讨厌这种问法 讲义 我还要照本宣科讲 那就不是修行的东西了嘛 所以还要不要讲义 但是呢 当然讲义不经是修 我说单场演讲 就不需要再讲义了 单场演讲 你要搞讲义 很麻烦 不过偶尔我还是会出讲义 就是你这个地方太出击了 或心太散乱 只好弄一张文字遮你的眼睛 让你不要乱看 塞你的耳朵 让你不要乱听 诱导你的心 来下一段 这里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甲一甲二 什么 好像很有所得的样子 这也就是没办法 应付这些人 你需要 但我后来我发现 有了讲义 讲下来的东西最死板 没有讲义就看反应 然后求佛菩萨 拜三拜的时候求佛菩萨 能理说离心空气 感应道交难事宜 我是道场如地 如释迦如蓝以仙 我身以仙如蓝仙 头面借助归命理 弟子少福少会 祈求佛菩萨 十方佛菩萨 法华会上佛菩萨等 不舍本愿加持弟子 令弟子 这个趁佛所说 无有过失 于众生有益 这样子 每次上座之前 都是要这样子求 那剩下就是佛菩萨加倍 那你的一念善心 在众生的反应 这三者结合起来 那么就去说 是这样 我是单场演讲 是这种方式 那当然长期的一部经 当然还是要一部经吗 还是要有些什么 你自己的注解吗 不然会忘记 也是会的 凡夫嘛 就这样 好 那么这些操作 那你可能 哦哦 忙着 写笔记哦 来不及了 有可能 但是接着就讲 那你要怎么做笔记 我说单场矫青 你还是能力不足 那怎么办 要怎么样做笔记 做笔记 不能 不能指示写 他说什么 不是 是指 他说什么之外 还有你感觉什么 这两个 写这两类 当然有时候他说 太好了 这句话就对了 如醍醐灌顶 我抄下来 真好 这也可以 但还不如 你听完了之后 在你心中马上产生一个 很深深的提解内容 你写下那句内容 这样更好 所以说做笔记 是做这个笔记 是指的记录你听文之后的感觉 的那刹那的那种法意 不是感觉而已 不是感觉而已 感觉就是感觉很好 不是这样的 是我感觉很好 你写的那个 那不是说这个意思 是指你听完了之后 你听了这句话之后 你内心里立即的提解了什么 那个提解什么 要写下来 那当然有时候我常说 他说那句话真的很好 那你当然也要记下来 就记这个而已 这样懂吗 那这也可能有组织的 也可能没有组织的 所以没有组织就是 他讲的人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讲嘛 那你就这样这样跟着记嘛 他自己讲的人也就是 他开放 他也没有组织的讲 他只是抓一个主题 从各个角度说 他并没有说 刚刚讲的这儿 现在再接下来 下一段是这一个 那下一段是上一段的原因 这样他也没有 他也不一定 这个时候你没关系 你就照记 那我呢 我是一个小主题 一个小主题 组合起来 至少我今天是这样 一个小主题 一个小主题 组合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 他前面有点前文 有点后 有点结论 那中间都是单一主题 所以现在我讲到的是做笔记 现场要搅清 是刚刚说的 那在心中转这个法轮 现场对应修道的知见 对应修道的实践 对应修道的方法 见解等 那现在要讲的是 还是记不来的话怎么办 还是要记 还记不了 脑子记不了那么多 那怎么办呢 是可以用笔记的 这样懂吗 是可以用笔记 那笔记记录着你自己的感触 立刻立即的体会 也可能是法师说的很好的内容 长短不拘 总是能够在那一刹那 让你感觉出完整的记录为主 比如说他可能说的三句话 真的很棒 那你只记得 哇一刹那他讲得很快 他讲得很快 有人帮我打字 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快 我说怎样 一分钟120个字 啪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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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哇这样听打起来是 内容是相当多 那不所谓啊 快慢你专心听就可以了嘛 因为有时候他 我想得快 你就只好听得快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啊 刚刚讲的是三句 很好 但是好像听起来只有一句半 那没关系 后面你用你的感 你用你的理解写下来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觉得 他那个话讲得真精确啊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 都没什么好处 就是他那句话 那当然你要把它背下来 你把它背下来 而写的时候 当然做过记者的人 叫做会数记 不会的话怎么办 用写的 写不来 注音 注音再不来 用啵啵啪啪就好了 就这样用火星文 用画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直直的弄 那你回来再整理 那确实是需要的 懂吗 这就做笔记 是这样 因为他又一直讲下去 你不要等一下在那里下 在那里下 听得更重要 所以 刚听完 如果中间 他再重复讲 这个时候你赶快把 刚刚听的那个 记下来 你要再清清的 不然你记的前段 毁了后段 撕了后段 这也是太可惜 这样听 理解吗 是这样 所以说也是要做笔记 我们凡夫 古德 不是古德 闭着眼睛一路听 听到底 他都得利益 那有时候我们现在不能 因为我们现在得利益 有可能也会忘记 叫做法不意念 也可能 要重新再看 有时候也需要这样 那这个时候你再做 要做一下这个笔记 加深印象 避免忘记 这样懂吗 所以学习天台 正在听的时候 也要这样 那么再来呢 听完了要怎么 对不对 再讲 听之前要怎样 我们都知道 学习什么事情 应该是 上课之前先预习 下课之后要复习 我们也不理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法要常意念 温故才能知心 本来学习佛法 终究也是要意念的 法懂是你内心流露的真理 你一懂就永远懂 因为你内心的东西 可是内心理解的东西 有时候不够深刻 你还是会忘记 你比如说 哎呀我们与人相处 深烦恼就是自己错 你要当做座右鸣 把它写下来 因为你正深烦恼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你自己错 你会觉得对方 太阿弥陀佛了 太没道理了 太没修养 其实你已经在起烦恼 那你说我这懂的啊 懂没用啊 用不上啊 所以你要写大大的在那里 起烦恼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 起烦恼就是我错 再来 不要以自己的角度 与人相处 要以对方的角度 跟立场与人相处 写在这里 你说这谁不懂啊 三岁小孩都懂 八十老翁行不得 因为你的习性太不容易如是了嘛 哪一件事情 不是从你的立场自己出发的 当然是你自己的立场 酸甜苦辣 不是你自己在吃的吗 当然你自己觉得酸甜苦辣 所以与人相处 当然都希望从你的立场出发 所以你要渐渐的学会 从别人的立场看似 哎呀 这事情没那么严重嘛 干嘛那么紧张 这是你的角度 对方的角度 可能就这么紧张 因为他对这件事情一概不会 他甚至于不会 不会切菜 你今天就叫他炒菜 在你来讲 你以前当厨师的 炒菜就是这样煎 这样煎嘛 当然你会觉得很荒谬 你出家多久了 你这事情都还这么紧张 整天晚上睡不着 没办法 他就这样 因为他这个人很挑 人家煮不好 他就很愤怒 所以他今天换他煮饭 他就很担心 人家也会对他愤怒 他就这种人嘛 你没有体会 你就说风凉话 你这样说 对他来讲 等于风凉话 他会感觉 你懂不懂我的心 他会这样感觉 大家相处就有隔阂 所以要为别人着想 像这种事情 你不懂吗 国中生都懂 对吧 这句话国中生都懂 但九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 不一定做得了 深烦恼就是我错 谁不会讲 不过一般人是不会讲 深烦恼就是我不爽 不是我错 对不对 但修道人深烦恼就是我错 好了 你不一定做得到 你正听这句话 你一定理所当然说 对对对 因为现在你没烦 你基本上现在烦恼很轻 或者没人惹你 所以你觉得OK 你不会反求诸己 等到生不生烦恼了 这句话就丢开了 所以你得记下来 同样道理 你真的是需要做笔记 重新反省 是需要 天台中还是需要 但是得看啊 你没看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 学完 我刚刚讲说 学之前要怎么样 我们先暂时放下 我说学完了 记下来了 要赶快再看一下你的笔记 用多少时间 随你 每一堂课下来看一下笔记 中间要是有下课 赶快去上完小解之后 上完解手间之后 你赶快回来看一下 喵一下 这是必要 懂吗 这是必要 甚至于回到疗房的时候 把今天所上的 要赶快搅清 不要等隔天 会模糊 会概念模糊 你赶快怎么样 做整理 法师可能这样讲 这样讲 在你来听 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成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听懂吗 像生团共著理念 那是一整本 其实只有讲义而已 后面的部分 是某个出家人 他整理六卷录音带的整理 六卷录音带 他不是腾血 他是整理出来 他那边讲义是这样 很可惜 他应该整理成更多 但他没有这样做 我看他现在没有空 算了 就是要整理 那上之前呢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当然是看一下那个 那个讲义啦 预先看一下古德的解释 然后预先给自己问一下 我懂吗 不懂的话 等一下法师讲到那 我要注意听 那如果讲过了 我还不懂 我要追着问 因为确实我不懂 这时候你在听课的时候 就是这个什么 会有该 会有那个 你不懂的地方 你懂得更加注意 这当然是要预习 但是这无论如何 都不能离开 为了修道 哪怕你自己看 预先看书 你也要 你也要怎么样 你也要去体解 我看这一些 是怎么样 会不会修行的 也是要这样问 好 再来呢 预先看 预先看 都预先看完了 你天台还想学 那怎么做 就是拜颤诵经 就是修 你要知道天台的核心 来自于 这个这个这个 法华经 然后最后 它的修行的方法 集合在摩和指观 所以法华经 跟摩和指观最重要 那一个是解 一个是行 法华经 那你就去诵吧 你怎么不要 我要读法华文句 乃至法华文句记 在庙乐寺 庙乐祭 是这样 可不可以啊 不急 就要讲到诵经 学习天台的很重要 就是要诵经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背 背到什么 那你要常诵 送法华经 送试药品 我们有印试药品 无限供应 有需要的人就来 我如果没钱 我再想办法 有人要捐钱 欢迎 但是你如果说 要跟我要几本 说问我多少钱 不用钱 金是不用钱 光碟片 我只是因为 那个文教基金会 没什么钱 收工本费这样而已 那金我不敢收工本费 就是有印有进 就赠送 然后你就送试药品 也就是说 学习天台 一定要自己相应天台修 那我光念佛可不可以啊 我不能跟你说不可以 不过如果真要学天台 有天台相应的指观 修行的法门 那念佛法门是天台兼修的一个法门 当然也可 不过因为他专修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诵法华经 拜法华灿 这是学习天台的一个 你之前要用的方法 你说这样没有知见啊 又没有听经啊 我还是不懂还是不懂 佛法的道理 通通是为了修行 修行是你内心的事 所以他不关乎知见 当然有些专有名词 你还是要听一听 你要是听一听 四天王是什么意思 那解脱又是什么 捏盘讲的是什么 大概要知道一下意思 这当然是需要的 可是更加重要的是 你的心必须是在修行状态之下 你学天台才学的OK 我刚刚讲了半天 说要以修行的态度来听经 问题是你的心不在修行状态之下 你怎么会有修行态度 你怎么会自己反问自己 我这个道理有没有拿来修行 你怎么会反问 不能啊 你就不知道修行是一个什么 不知道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所以你得修 那得修 让念佛啦 什么参禅 参我是谁啦 当然都叫修行嘛 所以我自己的修行是指 专修天台 所相应的行 那无非就是 送法华经拜法华禅 那拜其他禅可不可以啊 难道你要叫我在法门中分别吗 当然是 当然是多好啊 可是我说专门的还是天台的法华禅 跟这个送法华经 我甚至都没说无量益经 没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一个 一个起经一个结经 我都没说 我都只说法华经 诸位这样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他跟天台的基本教法是最相应 最相应 所以诸位也应该再去 要个平常了 要这样去修 所以你看万佛事了 他就拜法华三昧灿 也有止观 然后也要听经 我一个礼拜 现在多一点 因为我偶尔会忙 所以拿来补 所以如果没有事 我一礼拜上两次 这样子 希望能够让大家相续的听 可是还是要拜 那私底下呢 我们法师私底下多 我都建议大家找时间自己送法华经 也要送 这样了解吗 那么这是自己要去送法华经 或拜法华禅 两选一 或者两者都做 那两者都做的话 拜法华禅不用唱 大众共修才需要 那么就 那么就 就造念 他说拜就拜 他说跪就跪 他说发愿就发愿 他说诵经就诵经 送安乐行品就送安乐行品 那你要送完 你不送安乐行品 那你可以要送法华经 一次送一瓶半瓶 一瓶一卷水泥 他们就要这样做 那如果 不拜华勒 你光送经 可以 那就一瓶一瓶的往下送 或者有人会这样 一天送一卷 七天送一部 刚好七卷 七轴状 六万余言七轴状 那么就是 我这送七卷 刚好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当中 一定有一个放香的时间 可能有了 那那个时候再多拜一个法华禅 所以七天拜一次法华禅 OK 要自己用心去拜 我以前我住三的时候 我就是从八十八博禅 到一个阶段 我在想 许然天台 然后刚好有去听经 看到法华禅禅 文是很好 可是那个格式不太怎么样 我把它整理整理 让我们容易看 那就成为今天这个版本 是这样 好 那我们就去拜 我平常领众 当然我不一定还有那个时间 但是呢 我 准备功课的时候 我是很用心 而且看了很多书 起码 如果要真算起来的话 世教仪 教官刚中等 起码就两三本 那世教仪 五六本 六七本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书 经 必要都要查 你看多少 看了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 我这段 不知道看到 重新看 还要到这样 为什么我希望他完完整整 踏踏实实 那像这样子 用心 这是我要讲经 我这样 你们是要听经而已 那么就去拜 拜 让自己在一个修行状态中 但是我刚刚念佛可不可以 我不能说不可以 我不说了 但是还是以天台的专修 你相应起来快 你现在在学教 听懂吗 学教就有学教的方法 那不然要什么都念佛好了 那你学教也不必了 是不是 我没有说念佛不好 是不是要这样做 那你平常就要这样做 就要让他跟你相应 那最后呢 就是要讲解 要讲说 讲说天台的道理 那怎么讲呢 我一讲经 不 不要讲经 干嘛 内心跟自己对话 这每一段文 你都要自己这样想 如果有个不懂的人 那我怎么跟他解释的 浅显深入 深入浅出 既能懂 不困难 而且够深入 我能不能 这都是你在学法华 天台教理 你该做的 这样知道吗 那接着你再问 那没有 没人问 没人要问我 我怎么办 没有 我自己读经 这是秘密 但是也可以公开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自己读经 从来 从来不会再一路读下去 除非当然我已经 基本上我已经做过前面那个动作 就是理解一下 不然我不会这样 我会怎样 我会一句句的看 然后从他自念表面的意义 到达我观察修行的相应 还有因缘室 本机室等等 观心室 那么等等呢 依教室等等 这样子以外 我一定做一个动作 这段文 这一大段文 或者某一小段文 或者某一句经文 那我会怎么样 我会这样 心里这样 静下 如果现在有一个 什么佛法都不懂的 什么佛法都不懂 但他想了解 我怎么跟他说 我怎么跟他说 我就喃喃自语 也可能在心中转 看一下 转一下 想一下 听一下 可以 基本满意 往下再看 要这样 看经不是一路看下去 我懂好 很爽 这样讲得不错 不错 很好 讲得好啊 拍案叫绝 以前参公常常讲 看经拍案叫绝 是啊 也会拍案叫绝 可是拍完案叫完绝 那都是你自己的事 现在他不懂 你怎么办 他这样想 所以要让我翻过一页 不容易 看书很慢 我看经书是很慢 我说只第一遍在看的时候 我会反复的看 我不会自以为我懂 这样搞定 不会 我一定要弄到 别人也很容易 从我嘴里懂 这是很特别的看法 是这样 那有人当然专门的啦 像我介兄 我也会请他来我们寺里 教怎么样研究经典 怎么样讲经 你看居然还这样 我当然要啊 因为有人可能需要这种方法 好 那么我会请他也来上课 上这种课 我自己我没学 不是说不屑于学 我都亲近长老 长老怎么讲我就怎么学嘛 他这样讲经 讲错就是结果嘛 那我也试着去准 用我的方法去准备 然后也试着这样讲经嘛 就这样的 我没什么做 非得要做科判怎么样怎么样 但这也是很好的方法 不过不能太死 抓死了就不是好方法 要活 所以说最活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要想 怎么样对人家讲得懂 那最好讲得懂 哪一些人讲得懂 完全不知道的人 完全没佛法概念 让他讲到懂 再来佛法深刻理解很多的 当然你要懂得才哥 不用讲那么多 当然也要会 这是后话 是另外一个意思 好那么这样子的种种方法之后 再来呢 还有一个方法 背诵 哦呦呦呦 要背诵 对 古德呢 连我都没有完整的时间去背诵 但是你们要是浩枕以霞有时间 要把天台真的学到能够更好的境地 那一定要背诵 被释教仪 被法华释药品 被法华三昧灿 或者被教官刚中等 然后背 背了之后 将来佛法怎么样现前 让你知道 让你看到 让你听到 你就会对应你背的内容 文字就自然跑出来 你就会在那个时候借尽观心 又更加理解那句话 这就是一些天台的方法 很妙啊 这样懂吗 那背呢 从诵中来 一直诵 长期的诵 好这样 专心诵 那诵的过程 就讲到诵经 诵经的过程要怎么诵法 不必停着停着 因为你在诵经了嘛 我是说理解经典 大家慢慢看 诵经是什么诵 就是 心无旁骛专心的一个 从第一个字开始念诵下来 口诵词耳地听 心中随他文字的表面转就好 不一定要去理解 哎呦 这句话怎么样是 你心里要了解那句话怎么样 其实嘴底你又念过去 你又变成你后面念的 完全没感觉 随文入贯 就是随处念随处过 随处念随处过 随处念随处过 就于你字念表面 能懂多少算多少 一路一直过 一路一直过 听懂吗 然后好了 下次再送 一路一直过 还是一路一直过 那你每一次这样过过过过过 那个 不懂的那一部分 意义不懂 那就让你带过了 还不懂 那好歹记在脑子里了 因为你念太多遍了 有缘遇到了别的地方解释 你就有机会懂 现在听懂吗 是要这样 所以诵经 天台中很尊重 诵经拜餐 所以要这样诵 所以要诵经 那你们现在贴的是 世教仪跟教官纲 那怎么办 就诵世教仪啊 甚至背世教仪啊 好再不行 超市教仪啊 这样了解吗 这样去修 希望你们呢 有人能够把 天台的教法 至少这一部书 把它学好 以上用的这些方法 是这样 那你要问 接着要问 那我要用什么参考书 不限 因为 那每一句话所理解的深浅不同 我不能说跟你讲 要看哪一部天台的书 天台书 大政帐46册很多 然后万序帐也有很多 我带了一片光碟来 这是2010年 那个中华佛典协会 他们出最新光盘 那你也可以去查 都可以 你看眼睛怕看得出状况 你把列印出来啊 都可以 所以到底是 要参考到 要理解到多跟少 我要随人 但是你正在送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刻意搞理解 懂吗 那就这样一路是念过来 懂多少算多少 懂多少算多少 将来呢 会后文解前文 前文解后文 前后文互解 会这样 有什么可能 会的 因为佛法就这么奥妙 因为它是趁性而说的 大乘法 趁性而说 你念着 你的信 也在大乘的文字当中 讨练成熟了 这个时候趁性而说 它是一不是二 它是完整的 不是割裂的单一字句的意思 那换句话说 你的心越来越趁性 越来越与佛性相应 越来越近 越来越专注 这个时候 一个佛性 所流露出来的法义 它 是完整 它也可以后面的文 来自动解你的前文 前面的文自动的 你念到后面去的时候 一念起前面的文 你也会自然解前文 解后文 前后文互解 它也会这样 所以诵经是要这样诵 执心而诵 不要过程当中 不解强解 那时候我本来就懂这句话 懂就过去了 不要执着 懂吗 就这样一路诵 一路诵 不停的诵 诵经是苦恨 有人闭关就专修诵经一图 那有那个西藏人 他说 哎呀 你们选教好奇怪 经都不老诵老诵 经是拿来研究的 经是拿来研读的 经是拿来思考的 都对 但要做这些事 最好要夺诵经 因为诵经是从你的嘴 你的心里 透过文字转一次佛所说的话 那你是凡夫心 有佛性 佛是什么呢 完全显发佛性无凡夫心 他所称性说出来的法的道理 其实还跟你那个凡夫心底下的 那一念真心相应的 你这样真实的诵念 真实的诵念 你的真实的本性 无失智自然智自然通达 究竟的智慧自然会通达 会被幻醒 听懂没有 所以诵经就是直诵 重点在于不敢也不太慢 那专注的一路送 送送打瞌睡 没关系 站起来送 站起来送还打瞌睡 边进行的睡 实在不行了 就躺下去睡 实在不行了 当然可以这样 好就这样送 慢慢的送 不解不要强解 那专有名词 你实在不教实在不行 那就查查佛学词典 什么样子的 参考一下就好 尤其那些 错的很多 有些是观念上少分的误导 有些是根本错 有些根本见根本就错乱了 那这个你说 柴杂就按照他的 这也不对 要懂吗 所以用一下解你的禅 解你那个心脑禅 禅就爱吃 解那个禅 想知道的什么 没关系 那不要事先看助解 除非那段文实在太久不懂 那又急着要去知道他 好了 你们和尚尼大概就是为了那个八句 八句呢 大概有人问他 他也有点困惑了 所以今天一上来 我都才坐下来 他还在喘 他就马上问 那这些也是有好学之之的 好学之能也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自己修实在没被逼问 那就不必 那就不要问 不要查资料 还说 让他前后门互解 看能解出个什么样子来 将来再对照别人大德 尤其是智者大师的注解 我是指法华经 法华经 当然以智者大师的注解为权威 好 那么你就对照一下 万一智者大师的注解 法华文句 哇 每个字都看得懂 何塞吉就看不懂 在这种情况 那你就降下一解 看天台 历代祖师的解 解 法华文句的解 比如说庙乐寺 是 赞人大师的解 解法华文句 但是了解 这样听懂吗 这都已经你送得很熟 基本的体会都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你才能这么做 这样了解吗 不要预先去读 读什么 读那个注解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诵经在发智慧 也在修禅定 因此送过去的时候 你懂 你预先有太多资荐在那里 会让你的心起伏 修定也不行 再来你预先有个看法了 你自己生不起新的体会 那你说不是 你刚刚不讲吗 不要用自己的认识去认识 你自己有什么能耐 没有错 可是你已经在修了 你已经正在诵经修的时候 你应该保持你可以理解的部分 让他去理解一下 再来用对照 再看 才看得出来你的理解有多少 你预先去看注解本 古德说得非常好 你再也没有新的理解 你要去对照 你的理解不够深刻 人家理解得更好 那你才会接上来 或者你的理解是错误 你才知道你有哪里过失 这样听懂吗 所以诵经是要这样诵 跟你去研究一部经 预先去研究一部经是不一样 那讲到研究一部经 也是要先诵 才能够后文解前文 前文解后文 这样听懂吗 好 那么这就是诵经的方法 是这样 那当然智者大师还讲到诵经方法 还讲到随文诵 随文起空甲中三观 那这是后面的事了啦 我想在初学的时候 我就不必讲这么多 好 那么主要呢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个 天台中学习的方法 我用了 我用了将近两小时的时间 我预计用两小时的时间 来跟大家讲 后面三分钟 我再跟大家讲个结论 那就是说 今天讲 首先提到了 学习教派的善意好意用意必要 然后接着再说 教派当中 我们既然有缘写天台中 那么我们也是要写天台中 他的目的 他的利益 这是什么 慢慢就提到了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学习天台中的方法 他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加上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行动 组合起来的 组合起来的 那需要自己去修行当中 去学教理 我从来认为修行 解行并进 是解来发行 行来带领 解来发起行 行来深化这个解 所以一定要有行 才能深化这个理解 这是一定的 那么这样子解行并进的 学习天台中 至于当中有一些方法 用心观察 我刚刚都讲了 那就是在观心听经 主要就是观心听经 观心听经是很重要 就是与修行相应的听经 这不是不关乎你 有没有懂一个完整的道理 有没有赤地 废话当然有赤地 我们照了经书说的 怎么没赤地 可是你正听的时候 进度很慢 没有整体概念错了 不是这样 你现在没有整体观念 你到最后你就会有 你要按照正确的 学习佛法的观念的话 你现在就想要整体的观念 我告诉你通通是错的 要是跟你讲 你也领纳不起来 这样听懂吗 所以现在正学当中 不必要那么急的 要什么完整的理解 当然也是有科判 你去了解一下科判 知道个大纲 这是可以 可是你说你现在 就能懂什么样的 完整的结构 完整的思想理络 那你思想脉络 那你也未免太轻 太以为是 这样知道吧 所以说呢 也不急得要多体会 怎么样完整去体会 你就点滴的 先把它扎实的理解 与修道相应 因为修道是一个 能修的心也是一个 你都与修道相应 所以你装来你就能够 串起这所有 每一节课所听的道理 串成一个完整的修道概念 会被你用修道的概念 整合起来 听懂吗 这个道理呢 现在大家能了解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就天台的方法呢 上到这里了 那么下一次呢 就要由你们给我题目 听了两次之后 下次我再来 每个学期我来一次 你就要你们自己 要给我题目 为什么 因为找题目会比 会比去听解答来的重要 找到题目 是这样 好 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要回向 众生无边试验度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烦恼无尽试验度 法门无量试验学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程 佛道无上试验程 至归佛 自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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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京葬 诸位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专眼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集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窝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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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